苹果CEO库克吴玉瑾现身 北京三里屯旗舰店 大批果粉又惊又喜 库克也展现亲民一面 和粉丝握手致意合照自拍 之后库克也在微博放上影片 留言表示很高兴苹果手机 能协助网易游戏 创造沉浸游戏新体验 库克除了和民众近距离互动 也和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见面 王文涛和库克22号聚焦讨论 人工智慧云端运算 隔天再见 全球20大半导体厂商之一 美国高通公司总裁 中国政治的开放政策 而不会改变 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我们还在致力于营造 高标准的良好的营商环境 大陆官方近期持续向外资企业 释放友善讯号 24号在北京举办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由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 发表主旨演讲 论坛邀请国际组织 世界500强企业超过110位嘉宾 美国财长耶伦 下个月不会再度访华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导 美国财长叶伦将在4月 再度访问北京 专家评论 叶伦2023年才会晤 大陆总理李强 和财长等大陆高层 今年再度展开新一轮访问 反映出美国政府 想要维持与大陆的双边关系 TVBS新闻消灭占李敏珍 综合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